民眾努力刷掉積雪 因為整台車幾乎都被雪淹沒 另一頭的房子屋頂上方厚厚的雪 宛如一顆白色大蘑菇 積雪太厚甚至需要出動挖土機 才可以應付 強烈冷氣團造成日本各地降下大雪 沿海地區多數在24小時內 降雪超過一公尺 日本新系縣也暴雪嚴重 一度造成1000多輛汽車 冰封在積雪的高速公路上 動彈不得 日本媒體報導說 這場大雪猶如力往生 力往生取自12世紀的傳奇故事 一名武士為保護他人 站在原地被攻擊往生 現在引申為動彈不得 車子在大雪中無法動彈 恐怕有室溫危險 而力往生的險境 美國同時間也正在經歷 清除積雪的機器 追不上降雪速度 美國東北部地區上週遭遇暴風雪襲擊 一名58歲的男子連人帶車 被埋在雪裡10個小時才被救出 而在美國冰州還有人殺不了車 發生車禍 大雪造成種種災情 但也有民眾期待迎接 百色野膽節 加拿大竟然有兩名男子跳進結冰的湖水裡 擺上棋盤下棋 一場大雪 兩樣情 記得連心 綜合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